打开PS 首先说打开文档 打开文档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可以点击菜单栏上的文件菜单 在下面找到打开这个选项 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就可以弹出打开的对话框 在这里面选择相应的文件 然后就可以进行打开的操作 比如我们选择一张图片 点击打开 这样的文件就被打开了 我们还可以双击工作区这个里的舞台 双击这里的黑色区域 双击它 同样也可以来打开这个打开对话框 非常的方便 或者用快捷键 Ctrl加O O就是open的意思 也可以快捷的打开文件 Ctrl加O 也可以来调出这个打开文件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通过文件类型的这个下拉菜单 来进行格式的过滤 比如说在这里选择GPG 那么这个窗口里面的文件呢 就只显示GPG格式的文件 比如我们选择PNG 这样呢 把其他的文件就都过滤掉了 只选择PNG格式的文件 打开一个文件 因为PNG格式呢 它是支持透明背景的 所以我们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呢 就会显示出透明的网格 关于文件格式呢 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 如果不想过滤呢 就点所有的格式 这样所有的图片都可以看到 来供我们选择 再打开文件的对话框 下面这里 有一个图像序列选项 我们勾选图像序列 然后就可以选择一系列的图像 但是这一系列的图像 在命名上 必须是有规律的 有次序的 这样呢 才能够被Photoshop识别 在这里呢 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我这里有 一二三四四个文件 大家在认识主界面的时候也见过 我们选择一 只选择一就可以 然后呢 勾选上图像序列 点击打开 这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来提示我们设定帧速率 这些我们先默认 不管它 这个以后再讲 先点确定 在这里呢 只显示一个1 我们可以拖动这个时间轴啊 就可以看到 二三四 整个文件序列 就都被打开了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 这个时间轴 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 相信你已经想到了 这里啊 就是来做影视动画用的 我们PS的功能呢 非常强大 不但可以处理平面图像 还可以制作动画 还有3D的效果 这些呢 以后我们都会讲到 咱们呢 也不用着急 慢慢学 到时候都能学会 那文件被打开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处理 进行工作啊 对画面进行调节 比如我们可以给豆包啊 加上两个眼珠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拿画笔工具 在上面多两个点 当文档啊 经过实质的修改 或者处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标签栏上 发现啊 标签栏的后面 在这里可以发现 有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就代表着 文档经过修改 但是尚未保存 所以我们下面就来学习 如何保存文档 选择菜单栏上的文件菜单 首先是存储 这个存储的意思 就是原地存储 当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并且做了修改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存储命令 快捷键呢 是Ctrl加S 它会自动的 存为原来的格式 并且呢 原地存储更新 比如我们现在点击 Ctrl S存储 那么这个图片呢 就会以原来的这个命名 和原来的位置呢 进行了保存和更新 文件存储之后 再来看 这时候啊 存储就变成灰色 就说明文件已经被保存了 这个存储命令呢 就不再可用了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用下面这个 存储为 快捷键呢 是Ctrl Shift加S 点击存储为 弹出对话框 我们可以选择 存储的位置 在这个列表里面选择 在这里呢 可以修改存储的名称 还可以在下面的格式菜单 来选择我们想要存储的文件格式 这里有这么多的文件格式 我们要到底存哪一种呢 先别慌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PSD JPG 和GIF三种格式 就足够了 其他的格式呢 我们以后再讲 PSD 是Photoshop的标准文件格式 包含颜色 图层 通道 路径 动画等信息 是我们创作图像作品的 原始文件 可以说 有PS的地方 必有PSD文件 另外 还有一种PSB大型文件格式 支持PSD所有功能 并且支持高或宽达30万像素的超大文件 JPG 是最流行的图片文件格式 体积小巧 可变压缩笔 支持交错 广泛用于互联网传输 是我们最常见的图片格式 GIF图片 支持透明色 支持动画 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动态图 聊天表情 大都是GAF图片 PS也可以制作出漂亮的GAF动画图片 文件处理好了 也存储了 那么关闭也是很简单 可以点击标签栏 这个小插号来关闭文档 也可以通过文件菜单 找到关闭这个命令 Ctrl加W 来关闭 如果我们打开了多个文件 可以点关闭全部 Ctrl-Alt加W 好了 关于文件打开和保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讲 正式做图了呢 也不用着急 在下一节 我想给大家讲一些 在正式工作前 要进行的必要的软件设置 这个非常有用 咱们下一节再见 拜拜 拜拜